杨颖一出Angela Baby早期在日本以模特出道 后来辗转娱乐圈 初始遭整容质疑 后来也澄清了事实 Baby的颜值无庸置疑 面孔也是天使般的唯美 身材更是较好性感 Baby永恒的女神 后来因为黄晓明的关系进入了娱乐圈 因参加了国内最火的真人秀 奔跑完兄弟而走风 而Baby在录制的过程中 因为开朗的性格 也成了无数宅男心中的女神 虽然是当妈的人 却还保持着当妈前有过而不及的少女体态 这简直就是所有女生想活的样子 不过Baby曾在某节目上谈言 他之前因为工作的压力 皮肤状态差得爆 在家素颜的时候 还把黄晓明吓了一跳 小编一开始是不信的 因为360度无死角 皮肤弄到吹弹可破的Baby 就算素颜能超到哪去 可是事实证明 人无完人在出席某活动被拍到 无PS途中可能是灯光没打好的原因 网民大呼被骗 还有的人说Baby不仅皮肤暗黄无光 而且额头爆爆 还依次内分泌失调 嘴角长了一些小胡子 看到这张图小编的内心是崩溃的 这还是我们美颜盛世的Baby吗 看来Baby为了赚奶粉钱也是够拼的 真心心疼Baby 记得他和黄晓明在一起最热的那段时间 各位微博新闻秀恩爱 陪着Baby出现在各种场合 还说要照顾他一辈子 不受委屈 结果还让Baby接了那么多通告节目 连皮肤都变差了 看到黄晓明和其他明星的合照 不知道Baby会不会吃醋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